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又來到潛賽斯 關於錶的時間 今天又想和大家介紹鏡頭前面的 Merica這個牌子 之前也有介紹過這個錶 這個牌子就是這個 青銅小秒針 今天其實不是說這個 不過我略略地說一說 最近如果有留意我的動態 朋友都可能知道我去了意大利 到了8天 我大部份時間都戴著這隻 效果都不錯 粗帶一流 開始有些氧化 遲些再讓大家看看 其實今天不是說這隻 問題是為何我展示了這隻給大家看 其實不關於錶時 展示了一盒給大家看 話說最近Merica這個牌子 又有一款 我想今天和大家介紹 這個盒子是類似的 但是大這麼多 想比較一下 沒有Merica這個字 但是有這麼大 其實為何要展示給大家看 其實想解釋給大家聽 因為最近有些朋友都找我訂過這隻 不是這個顏色 因為這些盒子 這個牌子是很隨機的 有時會是這些迷彩色 有時是一些古人精怪色 就是很隨機的 除非它特別要求 如果不是的話 它就會按 它有什麼款 就會發什麼盒 而今次我也很驚訝 為何以為大家拍到它這麼大 也有Merica的字 今天想介紹什麼 就是這隻錶 其實不是因為這隻錶 而盒子大了 只是剛好這批錶 是用了這盒子 給大家看看 調轉了 就是一隻陀飛輪 它會這樣開 待會先看看錶 看什麼 錶盒先 這樣開 一樣有一些垃圾東西 那些都不說 但是呢 這個盒子也想介紹一下 這麼大個 上次說可以做工具盒 這個很少用一個帶給你 這裡有一個扣 這裡有一個扣 可以做一個斜背袋 錶盒就變成斜背袋 挺有趣的 好 好 又說完了 不說了 只不過去買錶 送多一個斜背袋 好 先說一下錶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駝飛輪 這隻很棒 真的非常划算 現在手上這隻錶 是2000元有找的 非常划算 開給大家看看 我暫時來說 我真的未接觸過 這麼便宜的駝飛輪 還有坊間 有些人都在研究 或者有說過這些錶款 說這隻不是陀飛輪 是假的 其實不是 我都想說這隻是真的陀飛輪 有些人拿一些 叫open house 跟他比較 有些錶 通了個洞 看到那個 油絲在動一下動一下 那些就是open house 不是陀飛輪 但這次這隻真的是陀飛輪 讓大家看一看 看到它的駝真的正在轉 連著 裡面那些有隻馬仔 有一個油絲 在轉 真的是陀飛輪 大家可以參考 例如說 這個萬希傳 那些都是有一個這樣的陀飛輪 在轉 跟open house 完全不同 open house 只是看到這個油絲 在自己動一下動一下 那些就是另外一件事 但問題是 怎麼這麼便宜 都做到陀飛輪 有時候老實說 看到open house 的錶都做不到這麼便宜 其實真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麼便宜 真的非常抵鬧 說的是二千元有爪 這隻錶 或者再說回規格 這隻也是 那隻叫merka的牌子 這牌子可能有些朋友覺得陌生 其實都是一些國內的品牌 是來自北京 因為最近有些朋友 找我幫他訂這隻錶 這就是merka 也是同一個牌子 會給我平時幫大家訂 或者是官神之類的錶 會長久一點 因為那些是通常來自 深圳或者東莞那裡 這次的merka是來自北京 所以訂的時間會長久一點 但也沒有問題 一樣這樣訂 先說一下錶 這個錶是 陀飛輪 有43mm直徑 22mm錶熱 厚度有12mm 有驚喜 老實說這個價錢 我拿上手 都不錯 都有些質感 不是說很差的感覺 那當然 說的是千多元的錶 還有陀飛輪 你的要求 又不可以說非常之高 但問題是看看錶盤 大家看看 是只有一個黑度12點而已 其他的位置 是一些漸變的灰色的紋 看來有少許神秘的感覺 但當然有好有不好 設計上我覺得是漂亮的 因為這隻錶盤有三色 還有紅色和藍色 我覺得這隻灰色最漂亮的 即是灰黑 灰色 旁邊漸變去邊框黑色 設計挺漂亮的 但問題是有一個問題 不知道大家介不介 就是看時間的時候 因為沒有黑度 有時說現在幾點 現在是2點 究竟幾分 20分 21分 22分 19分 即是很難看得清楚 它是幾多分鐘 要很準地看幾多分鐘 是有少少難度的 因為一個黑度都沒有 只有12分 但要看自己想要些什麼 如果想要一個款 老實說沒有黑度是比較漂亮的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如果這隻錶加了黑度在旁邊 比如說369或60分鐘 每分鐘都做一點內 整個設計就不同了 所以要它英俊就是這樣 鋼水也不錯 以這個拋光為主 先看看錶底 錶底就是這樣 看看去年的陀飛輪機心 我問回廠內的是什麼機心 因為通常國產錶 很多時候都會用些什麼 什麼孔雀 或者海鷗等等 其實這個就是 MERKA 是一個自家製的機心 自家製是什麼呢 我看回廠內的是21,600 不是非常高頻 但也算是一個正常的頻 21,600 寫得很清楚 就是True Beyond 所有的陀飛輪 真正陀飛輪的錶 都一定會黑著True Beyond 所以有時候有些朋友說 不懂得分開 那些被一個開口 假裝True Beyond 其實一看就知道 沒有這個字寫著 就不是陀飛輪 只不過是有些朋友 可能不太清楚 可能以為通了個孔 就叫做陀飛輪 這就是真的陀飛輪 看到True Beyond 那字 是手動上鍊 看上去錶底 看到透明錶底 也很帥 看到圓形的打磨 紋理也很帥 那奈何呢 當然這個價錢 你的機心 你不可以要求那麼高 看到這兩個齒輪 是有輕微的粗糙 但是 看到這麼近 一定不可以跟 很貴很貴的 上萬 不知幾多萬元 那些就沒得比了 但問題 就是看餐吃飯 大家都明白了 如果說是這個價錢 賣了陀飛輪 我覺得這個錶帶 往來都算是 交足功課 都算沒有什麼要求 它隨錶跟著一條 就是皮帶 22mm 還有快叉扣的 這條帶 就是這樣 是牛皮壓惡如紋 戴上手就是這樣 感覺不錯 不過這個43mm OK 不算太細 我戴上手的尺寸都非常之好 除了這個版本 快叉扣 老實說我又不太喜歡這條帶 不太喜歡這條帶 那怎麼辦呢 要是換一條自己喜歡的皮帶 再不是 其實是還有一條鋼帶 這條鋼帶 因為它有鋼帶版 鋼帶版 另外一倍都是鋼帶 原裝跟著這條 這條鋼帶 鋼帶 鋼帶 是什麼樣的呢 給大家看看 它是一個蝴蝶扣 鋼帶 鋼帶也不差 或者我裝上去 看看效果如何 好 斬一下 就換了鋼帶 原裝鋼帶 就是這樣的 鋼帶 鋼帶也不差 那些錶耳位 這些 N-link 這些位置 都是很適合的 而且都是實心的 就是實心N-link 這條鋼帶 主要以5G帶為主 就是磨砂和拋光 22mm錶耳 它是直帶 所以戴上手 感覺上 這條鋼帶 都會更加大隻 如果強勁臂挖的朋友 當然沒問題 如果手有的朋友 都要留意一下 在這個摺疊扣 戴上手 就有這個效果 對於我來說 有43mm 這個配降帶 我就可以的 我的手 都不算太幼 戴上手 有這個效果 都不錯 換錶帶的時候 我有點發覺 因為它跟了這些錶耳 錶針 它跟了四支 就有兩支 我發現這四支 是有兩個尺寸的 這支好像是粗一點 肉眼上看 就不是很大分別 但裝上是有些分別的 這兩支曾經試過裝 裝來裝去都好像差少少 好像是差少少位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機會 買這支錶耳換鋼帶的時候 如果用針 裝不到 就不要用力 就換另一支 換另一支 換另一支 幼少少會一支 裝上就能夠 不知道是否這個原因 就跟了兩組針 可能有一組是用來 換別的皮帶 其中一支幼少少 真的剛剛好 比這支鋼帶用 都不奇怪 總之裝了下去 就塗下去 都很穩固 就可以了 而錶帶 那個錶扣 正常講 會是一個摺疊扣 實心摺疊扣 都有點打磨 有少許魚鱗紋 可以看到的 是的 22mm錶耳 其實都很普遍 稍後這支錶耳 都可能會有機會 用下另一支帶 因為22mm錶耳 我自己最多 22mm的款式 皮、膠都有 可能將來都會有機會 用22mm配進去 不同的組合 再帶一下 除此之外 這支錶的保養方面 一定是兩年保養的 其實和我介紹的 觀塵、塞加斯、布斯瑪等等 都是一樣的 都是寄回國內的維修中心 不複雜 亦都不用擔心有什麼問題 不過老實說 看看大家怎麼看 老實說 這些價錢的錶 老實說 如果真的不幸運 的話 就寄回去 都是幾十元運費 就是郵費 郵費 來來回回 可能都是一百幾十元 之前都試過 但是寄深圳、東莞、中山等 就快一點 如果寄北京 可能會久一點 都不奇怪 暫時這支錶的保養 沒試過寄去 但如果寄過 我相信都不久 因為我這支 我寄過來 都是大概一個星期左右 不相差 分別不太大 但無論如何 都有保養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除此之外 這支錶的錶面 玻璃面 都是藍寶水晶玻璃 看來都很清澈 還有 夜光方面 這支錶是沒有夜光的 完全一點夜光也沒有 不論指針也好 十二字也好 什麼都沒有 這是它的特色 特色是沒有夜光的 所以大家都不用關燈 最後再戴上手 給大家看一看 稍後我可能會換另一條帶 換一下自己的皮帶帶 看看效果如何 好 就是這樣 這支錶 入了皮帶 二千元油炸的鋼帶 也是貴一點 不知道大家覺得感覺如何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好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支 Murka的陀飛輪 第3多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和分享 下次有什麼新手錶 再和大家在這裡見面 好 先 拜拜